大家好,我是大川 我这几天一直在保定 我现在在河北大学新校区 我拍这个视频呢 是带大家看看河北大学新校区 周边的这个学生商业圈 然后呢,也让大家看一下呢 就是一座大学是如何拉动 这个周边的这个商业的啊 我现在前面这条路呢 叫学院街,南北走向 镜头的方向是北方向 这里是一个丁租路口 在路东侧就是这个方向 这是东的方向啊 这叫学生口中的这是南街 南街的一条商业街 我们一会儿带大家转一下这条南街 我们现在先去逛这条北街 沿着学院街一直往北走 我现在路左侧 这就是教学园区 然后前面的这个右侧 就是这个高层 后面那就是生活园区 学生餐厅啊学生宿舍 全部都在那边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学院街 一直往北走 我们去看一下北街 现在正好是这个快上课的时间啊 学生们在从这个生活园区赶往这个教学园区 我给大家拍一下 我先暂停一下 我们能看到有很多学生 从这个生活园区赶往这个教学园区走呢 这是教学园区的门口 学生是非常多的 这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啊 因为大学里面的课程 经常就是这个专业有课的时候 另一个专业就没课 所以说这只是今天有课的一些专业的学生 这就是这个生活园区 这就是这个生活园区的门口 这个这一栋是这个学生餐厅 再往前呢 是北街 这两侧有这个收发快递的 然后有这个卖书的 还有卖水果的 我们先到这个北街 到北街 我再继续啊 我先暂停一下 这个路边有很多卖书的书摊啊 然后前面是生活园区的另外一个门口啊 同样有很多学生 在往这个教学院去走 在校园里面 大家能看到吧 有很多学生在往教学楼里面走 前面就是从宿舍里面出来的学生 在往教学楼里面走 非常的人多 我让大家看一下 能看清吧 非常非常的人多 这样的都在往这个教学院去走 从这边的这个生活院去出来 往这个教学院去走 前面这条商业街呢 就是北街 这个北街呢 就是我现在正前方的这样的一条小街 然后东侧还有一条小街 两条小街 中间这个两个尖顶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是走车的地方 我给大家拍一下 过来 中间这两个尖顶的屋子 中间这是走车的地方 两个尖顶中间 这条路是走车的地方 好 宿舍园区这么多学生 正在往外走啊 非常非常人多 远处也人非常多 我现在带大家进北街里看一看 这里就是北街的入口 这里边有各种小店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啊 因为是上课的时间 所以这条街显得人少一点 如果要是中午 或者是傍晚下课以后 这条街是爆满的 这里面卖内衣的 电器的 美妆的 然后小吃 拖鞋 帽子 各种东西啊 生活用品 应有经有 水饺 全卤面 小饭店 鱿鱼米饭 文具 烧烧 烧烤 水果 什么都有 好 这条街大概就是这样 一直到前面 我先暂停一下 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稻草人啊 鸡鱼米饭 前面就是北街的这个尽头了 但是北街是有两条的啊 我现在在东侧的这条路上 西侧还有一条 一会儿我们回去 我给大家拍一下 这里是一个麻辣烫 麻辣香锅的木制的这样的一个餐厅 西侧这个地方是一个 是一个类似于 一个歌舞厅的一样的一个东西啊 出了北街之后呢 这边全是老百姓自己盖的房子啊 以前这里全是农村 实际上河北大学新小区 坐落的这个位置就是 没有在市区啊 很偏僻 实际上这些都是农村 这个都是老百姓自己盖的房子 这里面有网吧 水果店 饭店 烧烤 洗浴 什么都有啊 眼镜店 鸡公宝料理 什么都有 然后汉堡 这里面也有很多 网吧呀 台球啊 这就是学校周边形成的这种 独有的这种商圈 氛围 我就让大家看一下 一直到前面 远处走到这条路的尽头 一直都是左右两侧 都是这样的店啊 晚上这些广告牌都会亮起来啊 都会亮起来 晚上也很热闹 好 我就走到这 现在我们沿着北街 这样往回走 好 我先暂停一下 我们沿着北街里面的西 边这条街回去 好 又到了这个北街了 我们这次沿着北街里面的西边这条街回去 这里是一个酒吧 对 留生机酒吧 因为现在是上课时间 所以这是这个留生机酒吧 所以现在人少很多 要是下课时间或吃饭的时间 人会非常多 所有的这些北街 包括这些农村的这些周边的这些人 自己盖的这些房子 都是这个大学过来建成以后 随之 几乎是同时起来的 所以 大学独有的这种商圈氛围 就是这样的 你们大家觉得 是一个小县城里面的核心商业步行街厉害呢 还是一座大学周边的这个商业区厉害呢 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购买力哪个更强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 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好像应该大学的购买力强一点 前面就是这个北街的这个最南头了 我先暂停一下 一会儿继续 这样我们就出了北街了 我们现在去南街看一下 现在依然有很多同学在往教学楼里面走 我们穿过这个学生楼 依然有非常多的学生 在往教学楼里面走 我们现在去南街 我先暂停一下 学校门口 学校生活区门口 还有这样的一条小街啊 平时也是非常热的 现在因为是上课时间 也不是吃饭的时间 所以人相对的说少一点 这是介于南街和北街中间的一段啊 这里有卖水果的 我觉得啊 我当时回来晚上说 好 我先暂停一下 在这个路口 左转就是南街啊 我带大家去南街看一下 大家好啊 这里就是南街 这里还有一个建设中的啊 梧桐湾 商业街欢迎您 正在建设中啊 前面就是南街 在这个学校周边 能到找到一点地方 开店做生意 这些本地人 或者是周边这些人 肯定是不会错过的啊 这都是 随着这所大学的到来 才诞生的这样的街啊 否则是没有购买力的 这个马路的右侧全部都是适合学生来的店啊 其实人是非常多的 这条街也是非常非常长 非常长 我就不往前走了啊 就拍到这么多吧 这就是 宇宙大学 周边的 商业环境 好 就拍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